美國建高集團未經我國金管會的許可涉嫌招攬房產基金 讓投資者認股 不法金額高達了一千多萬美金 台北地檢署在昨天指揮台北市調柱發動搜索約談 經過了漏夜訓問 負責人陳明達以百萬元交保 另外董事經理周子迪則是以八十萬元交保